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在高考的时候呢 就特别感动的是什么各位 在这个时候如果还有考生在坚持收看这个节目的话 真的非常非常感动 马上就要考试了 居然还在看我们的节目 这个时候就真的想冲你们的爸爸妈妈说上一句 叔叔阿姨 你们家孩子看电视了 管不管啊 咱这是开个玩笑呢 其实就剩一个礼拜了 你看书呢肯定是来不及了 对吧 会的就会了 不会的也就不会了 所以不如看这个节目放松放松解压解压 对吧 为了配合高考的主题 为了让大家放下高考的包袱 我们特地请来这四个人 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对不对 这四个人你看我们看到多多 我们看到史言 这是上海交大的学生 高考里面的佼佼者 对不对 不也就跟这两个烤杂了的人坐在一起吗 那当然 其实每到高考啊 或者人生重大转折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就是迷信 对吧 我们特别讲究心理安慰 就一直怎么说呢 要吃点什么东西讨彩头是吧 高考这四位都高考过 我们来问一下啊 高考的时候家里都吃什么 高考前家里都给做什么 史言老师 我妈就是给我做鲤鱼嘛 什么意思 就是寓意就是鲤鱼月龙门 哦 是真俗气是吧 多多 我妈那时候老给我炖甲鱼汤 这意思就是叫我名列三甲 哦 更俗气是不是 再来 程璐家里吃是吗 我妈天天给我熬粥 寓意独占熬头 你妈真能掰 我跟你讲 不重视你就说不重视你嘛 还独占熬头 好我们来问问小枫 家里吃什么高考前 吃一些鳄鱼啊蛇啊之类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广东人啊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呢 马上就要高考了 那全国肯定有一大片这个高三的考生 非常忙碌 那家长呢也非常紧张 如临大敌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啊 我们今晚80后脱口秀要祝所有的高考考生 高考666 好的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 欢迎回来六个河到今晚80后脱口秀 我是王自荐 谢谢大家 谢谢 说回那个考试前吃什么的这个啊 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一直有这个传说 就是期末考试之前吃什么一根油条两个鸡蛋 抑郁抑郁是一百分是吧 建国那会儿就是 建国有一次期末考试 他妈给他早点 就做一根油条两个鸡蛋 吃完以后考试去了 结果特别快 半个小时交诈就回来了 妈 机中坏了 哎哟 哎呀 妈 建国这家咋的啊 人家一考考一上午 你看我儿子 九点半就到家了 你这家是不是都会啊 建国说话也很有道理 不是 妈 一道没做 因为早餐吃太少 实在给我饿坏了 当然还有一些人考钱啊 去算命啊 去找大师开悟什么的 我一个朋友呢 他孩子就是这次高考 带到庙里去找了一个和尚 说大师啊 犬子要高考 您能不能给开悟一下啊 大师拿着一个木棍 在地下画了五个圈 一看五个圈 他明白了 大师您是不是说 生活就是这样啊 一圈一圈的周而复始 苦海无涯 永远都走不出去 所以高考这件事 也不要太在意呢 大师停了一下 画五个圈停了一下 又画了一个圈 哦 大师我明白了 您的意思是 看上去周而复始 没有出路 结果呢 又柳暗花明 又有新的出路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大师看着他笑了 啊啊啊啊 施主 这六个圈呢 让你给儿子 买点六个核桃 其实我们说要补脑啊 一定要注意科学 是吧 不要什么都吃 没有用 不能瞎补 好多人说什么 吃什么补什么 这有道理吗 没有道理 你拿李旦来说吧 高考前 他妈天天给他炖猪脑 都快吃吐了 成绩还是没有起次 突然有一天回到家 没有炖猪脑了 妈妈给他炖了一大锅猪蹄 哎呀 李旦高兴坏了 拿起猪蹄就啃啊 一边啃一边问 妈妈 是不是猪蹄也能补脑啊 咔咔吃 他妈看着他 不是 猪蹄不补脑 那不补脑 为啥给我吃猪蹄啊 猪蹄里都是胶原蛋白 那我吃胶原蛋白 跟我考试有啥关系啊 就你这个智力吧 想考上大学是不可能 补点胶原蛋白吧 以后可能得靠脸吃饭了 大家呢不能光想高考的压力 对吧 我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感受过那个压力 但是压力过去之后 是无限美好的大学生活啊 那当初高考的时候 王建国他爸就对他提出了期许 是吧 跟王建国说 国仔 这家马上就高考了 你准备的怎么样啊 爸 我现在高考 现在去就能拿出我最高的水平了 最高水平是啥呀 985啊 211啥的 能考不 爸 你能不能现实一点 嗯 啥就985啊 我告诉你爸爸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985 高考满分才750 211我努努力吧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 蛋蛋的考试成绩啊 之前模拟啊摸底啊都不理想 所以蛋蛋就小另辟蹊径 考一个艺术类的学校 结果离艺术类的学校什么 表演呀导演呀绘画呀音乐 都特别难报 他就报了一个没什么人报的 叫泥塑专业 然后他爸就劝他 李蛋呢 你报这个泥塑专业 你这个家 这个不成才呀是吧 他听说过什么 大画家是吧 大音乐家 大泥家 不知道是谁呀 你那个泥塑 你为啥报泥塑专业呢 爸 我报泥塑专业 那是因为我的偶像 为了向我的偶像学习 泥塑专业 啥偶像啊 你偶像谁呀 女娃 还有很多人呢 为了这个高考能成功 是吧 也是这个拼尽了自己的权力 有的人平时学习并不怎么样 但是到高考前可能突然智商就上线了 拿建国来说吧 高三的时候 立志必须考上本科 而且建国也考上本科了 对吧 那会我就问他 我说建国你不好好学习11年 为什么最后一年 你成绩一下子上来就能考个本科呢 虽然是个三本 但也是本科啊 超出我的理解范围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王哥 因为我后来吧 我想了一下 我考不上本科的话呢 对我未来的生活把影响挺大 我考不上本科 可能我生活的这个质量啊 水平啥的 可能就直线下降了 我说哎呀 你能有这个觉悟真是了不起啊 你是怎么想到的呢 那当然了 是吧 你想我考上本科四年 对吧 我考上专科三年 我上本科我能玩四年游戏 专科三年 差一年 那水平是不是直线就下去了 现在回忆起上学的时候 有一些不算痛苦的回忆 当时挺痛苦 现在回想起来呢很有趣 比如说我们上高中的时候 为了提高我们班的成绩 我们班班主任 在班里定了很多奇怪的规矩 比如说在教室里不许闲聊 要闲聊就给我到走廊上去 然后为了让大家增加 在教室里学习的时间 又规定了走廊上 没事不许在走廊上站着 于是我们班一下课 所有人在走廊上蹲着聊 后来还有一些更过分的了 那天说 不让我们往班级的垃圾桶里扔垃圾 然后我们问为什么 他说人家直日生 好不容易打扫干净的垃圾桶 你扔了垃圾 等于不尊重别人的劳动 我们都没说话 直日生站起来了 谢谢老师对我的关心 我觉得老师说的非常对 那个黑板也是我擦的 现在回想高中的时候 有一些有趣的事 我不知道多少人有这个经历 在高二以后 所有科尤其是理科的老师 会让每个人准备一本错题本 就是考试考错了的题 自己抄下来搁在这儿 复习的时候重点复习他 以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就把我们当成圣斗士教育 对吧 不会被同样的招式打倒两次 对吧 但是只有一个人 从来不遵守这个规矩 那就是王建国 王建国就没有准备过错题本 后来我们还质疑他 我说建国 这个很有用 为啥你不用呢 王建国很鄙视地看着我 啥呀啥错题本啊 我的曾经有必要弄那种东西吗 我告诉你以我的层纪 卷子拿出来盯好了 就是错题本 我记得在高中的时候啊 高考不算啊 高考的时候聚精会真 注意不到其他的东西 就每次期末考试啊 期中考试啊 模拟啊 或者就是每天晚上统练 只要有个老师站在你身后看着你 你智商就下线了 是吧 就会特别紧张 就会的题都不会做了 对吧 我有一次我同桌就是 我们正正在摸底 考试 老师就站在他后面看着他 就这样看着他 然后老师看了大概有半个小时 所以我点点头走了 然后我看到了这一幕 我都惊呆了 考完我还跟他交流 我说行啊你兄弟 可以啊 老师看你半个小时 我看你那份笔记住手也不停 所以我老师还点点头 说不定你说考得不错呀 你看着我 什么考得不错呀 我就没写题啊 我说那你那手不停你干嘛呢 我画画呢 那我说 为什么老师会看着你点点头呢 可能是喜欢我的画风吧 建国呢就总跟我说 说考试这个制度啊 就不适合在东北地区推行 因为东北人基因里面就不会考试 我说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嘛 对吧 东北好学生多了 不不不 那些都是后续的东北人 我们存学的 蓝学东北人 就是不会考试 我说为什么呀 因为东北古代就没有考试 我说你怎么着 你考证了吗 东北古代没有考试 那挡言了王哥 你想吧 东北古代咋考试 你说古代到科考啊 可橘子们都进去了啊 拿笔毛笔啥的 刚要站墨写字 发现墨 冲上了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欢迎回来六个河道 今晚八六个透口球 我是王子健 谢谢大家 谢谢 作为高考过来人都知道啊 高考前后这个考生完全就是两个人 考前静若处子 考后动若风吐 对吧 因为就是心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压力 就没了 特别开心 但我跟你说啊 家长的心态其实也会发生变化 不幸来 咱们来看这段短片 老公啊 孩子明天就要高考了 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 不能有一点噪音哦 哎 儿子吃个比赛 哎呀 你喜欢吃的烤鸭来了 妈 妈 你们在干什么呀 能不能安静一点 我还在睡觉呢 不能有一点噪音哦 哎 儿子吃点宵夜 看完这段片子非常的感慨 我就想起我当年高考的时候 有一件事儿印象特别深 第一门考语文之前出发的时候 我把语文书扔出窗外 非常潇洒 我说我再也不用看这本书了 这个时候我妈跑进来对我说 干嘛把书扔啊 如果复读的时候还要用呢 当时那个时候我的心在滴血 我就觉得我可能真的是我妈亲生的啊 说明高考这个事儿呢 每个人都有一个刻骨铭心的事件 一辈子都忘不掉 那很多人呢 会把这个上海交通大学 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 特别巧我们的嘉宾 每天都说自己是来自焦大的 就迷之自信 对吧 那高考他有什么话要讲 来 让我们欢迎史言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史言 今天呢我们这个主题呢是高考666 看到这个题目呢我就特别的感慨 我当年高考要是能考666 我就能上清华了 对 很多高三的朋友呢 马上就要高考了 就想让我送个祝福 那我这里也送一下啊 就是我心底里当然是特别希望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考上交大 来当我的学弟学妹了 当然我也说一句真心话 就是我真心希望大家 不管怎么样都能够怀揣梦想 因为我觉得梦想的力量 真的是很强大 因为毕竟我当年自己也是怀揣着梦想 在日记本上写下了 我决心要考到大学 清华 大家可能都觉得我考上交大 是一件特别值得炫耀的事 是吧 没有 对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会 其实我考上交大 真的没有任何可炫耀的 因为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当年的高中 河北省石家庄第二中学 在我们省当年那就是最好的学校 我所在的班 就是我们省的理科实验班 全班全都是竞赛大神 我们班 清华北大就二十多个 剩下的才是什么交大 负担 而且我的同学都是什么 读博士 搞科研 当教授的 所以我们同学聚会 我 一个交大的本科 那就抬不起头了你知道吗 大家看我的眼神都是非常怜悯的 真的是这样 我们一起喝酒 所有人都是搂着我拿举着酒 谁也没事 哥跟你说 真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 没事 交大不丢人 来 喝酒 我这么跟大家说吧 就是他们看我的眼神 跟我看池子是一样的 大家一般在这个高考之前呢 会做一些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 来激励自己 非常厉害的一招叫做薛法明智 我一直觉得这个非常不合理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对吧 剃个光头就能学好了 你头发下岗了 智商就上线了 而且你真的要用这招 你也要算好时间 我们班当年有一个哥们 元旦前后就开始薛法明智 你想想 北方的冬天 多冷啊 剃了个大光头 在教室里面上自习 我们看着都冷 真的 而且你剃就剃吧 他自打元旦理完那次发之后 一直到高考 再也没有理过头发 他头发长得又快 所以到了高考的时候 哇塞 一头飘逸的秀发 输着个小辫子就去考试了 我们有个同学呢 就是平时数学学得特别烂 然后我们数学老师就跟他讲说 你这样 大题实在不会做也没关系 你至少写一个解字 老师看到你这个份上 可以给你一分的这个格式分 然后那个同学呢就特别的开心 说 那挺好 我写一个字就能拿一分 对吧 然后下次考试的时候呢 每一道大题后面 他都写了四个大字 理解万岁 很多同学可能都觉得 现在的高考很难 但是我跟大家讲 我跟大家讲真的不难 大家都不知道高考有很难很难的时候 193 40年代的时候 高考真的特别的难 当年的高考就是各个大学单独命题 有一年交大的考试题非常难 尤其是英语考试 有一道大题难道报 那题是什么呢 把桃花源记翻译成英文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古文翻英文这个最难了 一开始还好翻 对吧 第一句 什么静态园中武林人补玉为业 对吧 这还好翻 对吧 越往后越难翻 什么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 豁然开朗 你怎么翻 对不对 你根本就没法翻 所以我觉得我要生在那个年代 我根本就考不上交代 还有一件事我一定要提醒大家 就是考完一科之后 千万千万不要去对答案 这件事真的特别的痛苦 我记得我们当年考完数学之后 一群人在这吃饭 哇 就开始对答案了 就像一群武林高手一样 都等着谁先憋不住 你知道吧 一群人开始 考得怎么样啊 还行 还行 第三道选择题是不是选C啊 啊 选C嘛 我好像选的是B 那道填空题是不是三分之更好六啊 最后呢我想再次的祝福大家 就是我希望大家一定能够发挥好 因为我相信呢 大家只要怀承着梦想 你们的学长和学姐 就在你们梦想中的大学等着你们 好 谢谢大家 谢谢来自焦大的史言 这种重点大学同学说的话 很多人可能就听得特别认真 那比如说高考我们该准备点什么 又不该准备点什么 有什么禁忌 比如说我们应该一定要做什么 那今天特别巧 又来了一位焦大的 怎么你们焦大全来了 来 我们欢迎田多多 好 大家好 我是多多 今天这期节目呢 请我这个交大毕业的人来上 而没有请池子 是因为人家没有档期 高考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拔人才的机制 考上跟没有考上 人生会有很大的差别 比如说说脱口秀吧 没有考上的才能红 说到高考呢 就不能不说拜夫子庙这回事情了 对吧 其实夫子庙这回事情很神啊 像我们那一届 凡是去拜了夫子庙的 都上了上海交大 到成人夜校 一位老学长对我深情宽宽地说啊 多多要想考上你的梦想校园 考试之前 这夫子庙一定要来一来啊 学长 灵吗 灵啊 真灵吗 真灵啊 那为啥你今天也来了呢 最近啊快要高考了 有些家长在考试前呢 专门送孩子上我这儿来 给他们报上瑜伽班和冥想班 我就跟那些家长说 哎呀你们这些家长可真明智啊 这才是科学补脑嘛 家长呵呵一笑 哎是啊老师 反正毕业了以后要是没有出路 还得干你们这个 咱们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每一个学校啊 总是有些学生是不用高考的 我们那届有个同学 虽然他早早地拿到了北大的保送名额 但是每天呢 还是坐在教室里面埋头苦渡 什么七龙珠啦 圣斗士星矢啦 北斗神拳啦 我七咬就骂他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每天当着我们的面 天天看这些书啊 我们还复习呢 保送生一脸严肃地跟我说 多多啊 这个不行啊 你也知道 北方人脾气差 我得学点武术防防森呢 我们还有一个同学 高三上半学期就拿到了 国外大学的offer 哇不得了 四年学成回了国以后 见人打招呼都是用外语啊 我们每个班上每个高三班上最让人捉摸不透的呢 就是班上的学霸 高三那年呢 做我前面的就是我们班上的学霸 他每次考试前一天都会深情款款地跟我说 这么简单的考试 弱智才复习呢 第一次听到他说这话的时候 我深深地相信 第二天考试的时候 我是抓耳脑塞 浑身是喊答不出题的时候 学霸悠悠地转过头 冷笑了一声 哼 弱智才相信我呢 于是啊 第二次他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的智商上线了 我通宵打蛋地复习了一夜 第二天 自信满满地来到考场 奋笔集书的时候 我发现 学霸 慢悠悠地从课桌里抽出了课本 冷笑一声 哼 开卷考你也复习啊 高三的文科班呢 要考政治啊 有一次呢复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 老师就问了 各位同学 你们来说说看 有哪种人 是不付出劳动 还在收获利益的 有同学举手了 老师我知道 是我们高三的体育老师 好啦 谢谢大家 谢谢两位 谢谢交大的两位同学 他俩是同学 同班同学啊 不知道谁的成绩更好一点 那这种重点 学校的孩子说的话呢 就可能大家就听一听就行了啊 因为你可能也没人家聪明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上场这位嘉宾 他在高考前都准备了一些什么呢 来 欢迎小枫 大家好 我是小枫 在高考前啊 大家都会研究 怎么去科学的补脑 而在我们广东呢 最直接粗暴的方法 就是喝汤 我在高考的时候啊 我妈就逼我喝各种各样的汤 一直逼一直逼 她疯狂到什么程度 我这样说吧 幸亏她不会换水 不然我家的饮水机估计都是汤 然后那时候啊 我就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就不想喝汤 我就打算去拒绝我妈 当然我就这样说 我就拿着一碗汤 妈 干了这碗汤 你看那边 好汤好汤 不过这个方法不是每次都管用 有时不行的话 我就只能找一些借口了 儿子 喝汤 不了 妈 我今晚还得开车呢 那如果这个借口不管用的话 那只能态度再坚决一点 儿子 喝汤 不 我已经借了 高考前啊 大家都会有一个体检是吧 我在体检的时候啊 我最怕的就是那个视力检查 因为我近视非常的深 我是连那个检查表的第一个我都看不清的 所以啊 我那次啊 我体检之前 我就先提前 把那个表给背下来了 然后我就特别自信的 去检查视力啊 结果发现 我根本看不清楚 它到底指的是哪个字母 体检呢 还有一项啊 是检测那个嗅觉的 然后我那一次体检的时候呢 它前面有三个杯子 是三个液体 分别是酒精醋 还有水 然后我前面的一个同学啊 他可能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他就拿起一个杯子 在那里闻 怎么闻不到啊 难道 我没有嗅觉 然后特别慌 然后一直闻 可是还是闻不到 那我就说 同学 你能不能快一点 你别吹 你 你是不是歧视我们没有嗅觉的人啊 你是不是歧视我们的 啊 然后他就离开了 我至今都没有机会告诉他 同学 你闻的就是水 高考的时候啊 还会检测那些身高 还有三维是吧 这算是一个很官方的一个数据了 然后建国啊 他那时候就想着 哎 我们班的女生三维 终于有一个官方的数据了 他 他也特别肤浅是吧 他就打算找一个啊 身为最大的啊 就展开追求 结果一看 发现是他自己 当然了 考试的时候呢 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智商上线的 有时候啊 得需要一些小技巧 比如说啊 我们小学写语文作文的时候 有一些字 要是不会写的话 我们会写拼音是吧 我那一次啊 我考试写作文的时候 有一些词语 我就写了拼音 但是那篇作文分数很低 我就问老师 不是说可以用拼音吗 为什么分数这么低 小峰同学 就写拼音是可以 但你能不能不要在 英语作文里面写拼音 而且居然都拼错了 就高考之后啊 大家都要考虑的一个事情呢 就是要报考自愿是吧 就希望可以考到自己的梦想校园 我就问了一下 我们脱口秀的嘉宾 我就问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 你们会选择什么样的大学 史言就说 我依然选择上海交通大学 建国就说 我会选择一个饭糖比较好吃的大学 池子就说 我管它了 试大学就行 大家报考自愿的时候啊 一定要比较慎重 因为有一些学校 它那个条件会比较恶劣 比如说有一些学校啊 它那个供应热水的时间 还有那个量 都是非常的有限的 可能你去晚了一点 或者人多一点点 那你那一天 你就打不到热水了 就多冷的天 你都只能洗那个凉水澡 所以在这种热水资源 那么稀缺的学校啊 要是有一个男生跟你说 多喝热水 他绝对不是在敷衍你 他就是在炫富 而且如果他是主动点的话 他会跟你说 要不要晚上到我宿舍喝一杯啊 我那个热水度数可是很高的哟 当然呢 这种情况下 你也是可以拒绝他的 不 我戒了 最后呢 希望各位考生啊 能考上好成绩啊 祝大家欢迎好多好省见 谢谢大家 我初晓风 谢谢晓风 高考是一个常年的准备 就如果咱们没准备好 或者是咱学习不好 或者是说咱就这样了 那我就觉得心态非常重要 对吧 只能自我安慰自己了 来 让我们欢迎程璐 听听他是怎么样安慰自己的 好 谢谢大家 我是程璐 这个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高考 因为高考非常的重要 通过高考可以进入我们的梦想校园 所以很多的考生都非常的紧张 但是最紧张的还是我们的家长 你想一下 每次高考的时候 都有很多的家长围在门口 哇 在那里焦急地等待考生 对吧 你等有什么用呢 而且他不单坐在那里等 他还要站在很高的地方等 哇 还有很多人都爬到树上 哇 非常的高 一棵树挂了好多的家长 就好像谁爬得高 考生就考得越好一样 哇 就是你想一下 你在那里焦急地等待有什么用啊 是很危险的 你说考生一考完 哎 家长怎么不见了 只能到手术室门口 焦急地等待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高考要远离学霸 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的信心 比如说在考前可能有一些人就会问学霸 哎 怎么样才能考上清华北大 学霸就很淡定是吧 很简单 只要你拒绝了牛津的奖学金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要想考上一所好的大学 最重要的一点是科学补脑 多喝六个核桃 还有就是我们高考放榜之后呢 也要远离那些学霸 因为那些学霸他会老师会问你 哎 你考了多少份 怎么样考的 你就说哎呀 刚上二本线 学霸就哎呀 不错了 能上二本 我也考的不怎么样 只能上个教大 真的就是因为这些学霸的存在 让很多的普通的考生生活很艰难是吧 比如说史研的同学 然后高考完之后 家长就开始训斥他 你看看你 你再看看史研 你考了多少份 史研考了多少份 你看史研都要去上教大了 你呢 天天只能待在家里 什么都不会 以后你要跟史研搞好关系 等他毕业了 让他来我们家好不好 让他给你打工 高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智商上线嘛 是吧 很多考生智商就没有上线 比如说 就迟到了 每年都有很多考生迟到 然后就有很多的 很多的人好心的去送他们去考场 主要是两类人 一类是交警 一类是摩迪师傅 你想一下 那个摩迪师傅在送考生的时候 可能是这样的 他风风火火的在前面骑车 然后那个考生就很感激他 师傅真的非常感谢你 那个摩迪师傅就说 不要感谢我 其实呢 我就是当年迟到了 所以才开的摩迪 还有呢 就是每年 有一些考生呢 会忘记带准考证 每年都有 然后回去拿准考证 又赶不上考试 这样呢 有的学校 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班主任统一保管准考证 第二天考试的时候 在考场门口统一发放 这样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 对 我马上就有这样的新闻 高三班主任迟到 忘带全班准考证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成龙 好 谢谢大家 欢迎回来 六个核桃节目 八点六个核桃节目 我是王子健 谢谢大家 谢谢 还剩一个礼拜 还是我们开场说的那句话 还剩一个礼拜 看什么书 没什么用了 这个时候还想突击地 再把成绩提高个一点点 怎么办 各位 告诉大家 真的啊 说句实话 练字 卷面非常重要啊 你想高考乐卷老师 一天看那么多 因为看一个蜘蛛爬的一样 看一个蜘蛛爬的一样 看一个蜘蛛爬的一样 看这个不错 蜈蚣爬的 对吧 这个肯定看到就烦 是不是 你字如果足够清秀 真的会有可能 引起老师的这个好感 但有人说了 还剩一个礼拜 好几万个汉字 我练不过来啊 这个朋友 你真练英文啊 才26个字啊 作为这个高考文科语文考试 分数非常高的人 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 考作文的建议 可以在整个作文标题下面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建议 就是高考前啊 作为这个高考文科语文考试 分数非常高的人 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 考作文的建议 可以在整个作文标题下面 正文前面写一个 最最左边写一行小字 最右今日最佳 当然这个是比较一般的套路 还有一些非常深的套路 对不对 你作文呢 你在前面开一个特别深的网文的坑 然后写完之后 最后一段这样写 我是想在今天 把这篇文章完结的 但是写多了就要扣分了 老师只要给到35分以上 我就考虑在微博上面 把这个作品完成 敬请关注 你想想这个厉不厉害 好了 当然呢 这些都是跟大家开玩笑 好 最后在这里 还是要祝各位考生 一定要考好成绩 考好成绩 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首先平时好好学习嘛 考试的时候好好发挥 怕发挥不好怎么办 多喝六个核桃嘛 对不对 好 冲丝梦想校园 多喝六个核桃 您正在收看的是 只有真材实料的六个核桃 独家冠名播出的 今晚八零五多的酒 本节目由呵护宝宝 珍贵势力的 悲美艾诺达奶粉 特别支持 这一夜由你们正好 愿你们这一夜过来愉快 谢谢大家 其实我觉得 对于很多中国孩子来说 只有经历过高考 才算是一个相对来说 较为完整的人生 因为面对这么大的压力 以后遇到什么事 咱都不会害怕了 马上就是高考了 现在在学 我估计也学不到 什么新的东西 唯一能做的就是 放平心态 放轻松 祝所有的考生 在考场的时候 都能够灵光一线 考入自己满意的大学 祝各位好运 高考666 好了 让我们恭喜 本期的人气卡斯 他就是小风 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 我在教大等你们 请大家务必超长发挥 赢得高考 赢得人生 金榜提名 加油 劳烈 努力 奋斗 高考